我想在移交逃犯的協議中 其實就是牽涉我們將一個未被檢控的人 送去另一個法制 而結果就是那個人在另一個法制中 可能會喪失了人身自由 所以其實國際間都很重視 如果你送一個人去另一個制度的時候 你要保障到那個人能夠得到公平審訊的權利 其實聯合國的一般性的規定裏面都清楚地指出 就是說如果那個人去到另一個法制的時候 能夠得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裏面關於刑事保障的最低保障的話 是不應該移送的 而這一點目前是在我們政府的建議裏面是沒有的 所以為了加強法院的監管 或者令到法院的保障更有效的 我建議就是如果我們要求移送的國家 它連國際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都沒有簽署的 它都沒有在這方面作出一些國際上的承諾的時候 我們是不應該移送的 而即使它有簽署的時候 如果在個別案件裏面 法院仍然是有懷疑 或者是說那個人可能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公平審訊 或者他沒有辦法得到 說是在國際公約裏面所賦予的最低的程序保障的話 他也都不應該移送的 而第三點就是在移送的時候 除了他送他回去那個 其實也是香港的責任的時候 香港政府如果這個移送 可能會觸犯了香港的人權法案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理由 法院是可以拒絕批准這個移送的 我們希望在這幾方面 都可以加強法院的監察的角色 我想問其實你之前都說支持 但你剛才都說有些憂慮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還有你算不算其實支持域外發 應該真的沒有做法 我覺得域外發權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法 也都不是沒有先例 這個所謂域外發權其實就是由香港 根據香港的法例去審一個人 可能他在外國所作的行為 這個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香港本身有些刑法都是有域外法例的 我們不是代表外國的法案去進行審訊 我們都不是執行外國的法例 而是執行香港自己本身的法例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解決的方法 就是如果我們不可以移送去另外一個地方的時候 香港自己本身是否在我們的法院裏面 可以增加法院的權力去審這個人 這個其實在聯合國的文本裏面也是有的 尤其是涉及一些國民的時候 如果你因為一些國民 你不送自己的國民去別人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你怎樣用在你自己的國家裏面 進行審訊的 所以我想這個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這個做法 就給法院一個域外法權 審你所有在香港 而被要求移送的人 但是陳文藝那個就說 不過在這裡裡面 我剔除了香港人 香港人就留在這裡了 那個好處當然是 你對香港人都有一些保障 但是如果是這樣 剩下的法例就只適用了一些外國人 和一些台灣人 那就變成了一個相當滑稽的現象 原來我們搞了這麼多事情 是不是要將這條條例去針對一些台灣 或者一些其他外國的人 然後繼續 剛才你也有提過 楊樂橋那個私人條例草案 你自己覺得是可取一點的 但是楊樂橋他就只是 就著侵害人生罪裡面 加一些條款 就是可以有一個域外法權 但是今天尹兆堅另外提了 一條私人草案 就是他也是 有點像巴嫂那個 就是說 就著人事司法管轄權那裡 在那條條例上加八項罪行 是可以有一個域外法權 其實你覺得哪一條 在法律的角度上 是可取一點的 其實每一個方法 都有它的好處和不好處 當然楊樂橋那個 其實它包含的範圍 是一些比較嚴重的罪行 這個是相對上 可能實行起來比較容易 如果你將那個罪行 再擴闊它的時候 不如他現在 楊樂橋所修訂的罪行 就不是包括了所有的 變成你在技術上 就要修訂哪條的罪行 而且始終就是 你的罪行的範圍越闊 你要外國去提供協助 也是越難的 因為譬如一些謀殺 搶略這些 幾乎各個國家都是犯法的 因為你域外法權的時候 因為那個行為本身 是在外國發生的 因為你很多時候 守正方面是需要外國的協助 所以如果你的範圍越闊 可能你在守正方面 那個困難就會越高 那現在其實呢 剛才你提到的幾項保障 都是想寫下去修例 寫下去 因為其實現在政府 一直整天說 我們的法院是可以有足夠的保障 但是困難就是 其實現在法院可以考慮的問題 相對上是少的 如果你寫下去 有些直接不用法院 因為如果那個要求的國家 根本沒有簽國際公約的時候 你就直接已經不批 這個就相對上 也加強了法院的角色 也都是對那個保障 尤其是程序方面的保障 是增強了的 我想問到一個項目 就是剛才你提到 楊岳橋的條例 只是最嚴重的那些 其實容易些處理 另外你之前也提過 就要發授那個刑事司法管理權的條例 你也有提過 其實因為難改一些的這條條例 因為可能要主權國家才可以 擁有這個管理權 所以如果要改司法管理權 就難改過侵害人生條 是不是這樣 兩項都有的 各有各 大家都有些技術問題 我想技術問題是解決到的 最大的困難 反而不是一些技術問題 其實法律界裡面 大家都提了很多不同的解決方法 問題就是政府願不願意去做 其實要解決現在台灣的問題 其實方法是有很多 而一國兩制發展到現在 其實我們看到的 兩制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其實就是法律制度 而兩制之間的法律制度的差異仍然很大 而今次的逃犯條例 其實就是勉強把兩個差異很大的法律制度 硬硬去拘捕 這個其實本身已經存在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大家的差異實在是太大 而很多我們想要求的 基本的程序上的保障 在國內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距離